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 不能够把这两党完全的区别来告诉大家 但是大家相信从你的生活当中 应该能够感受到一点 我们在这里不做任何的判断 只是通过刘律师他的一些评论和分析 告诉你在他眼里的这两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请刘律师讲到 这一次的两党的代表大会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周的民主党的大会 基本上虽然是四天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议题 就是在批评川普 然后就说意思好像给人感觉 就是说下一届总统只要不是川普 是谁都行 就是四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在这个共和党这边 我们看到每一天他有不同的主题 昨天是叫伟大之国 第一个我记得是应该是应许之地 还有一个英雄之地 就说好像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一些圣经里面的 那么我就想请问刘律师 就是说如果是单从美国民众来看的话 你觉得在这两党的四天的会议上 民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说你觉得他们会传递给民众 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民主党这个套路 其实很凶毁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实际上打了一个牌 拜登 他并不是说拜登多好 而是川普多坏 要不是川普 那么你就应该选我 因为只能选他 因为只能选他 没有川普只能选他 当然你可以不选 但是如果你选的话只能选我 但是因为你川普这么坏 为了一定要把川普干掉 所以虽然你也不喜欢我 但是你痛恨川普更多一点 所以你还得选我 这个意思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就拜登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东西 如果你他妈这么能干 你在华盛顿47年做副总统做了8年 能干了什么呢 你不是你完全可以跟歐巴马说 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 对吧 你当时至少 你在做副总统的时候 至少你也没得到老年吃蛋 至少至少的神志还清楚 你啥也没干 你现在神志不清楚了 突然功利大振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刘律师是这样 美国德州 新代中国苏州 你能干什么呢 说不定上做了总统 就突然开始说中文 乌州口音 所以刘律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就觉得 就是说如果是 就是美国就是两党嘛 就比较大的两党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民主党 就除了拜登没有人了吗 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民主党 当然我觉得这为什么选拜登 他是矮子里面挑将军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把贺锦丽挑出来 其实因为他们自己觉得 那个拜登可能十年也撑不下来 所以必须找一个生存能力 升职能力都特别强健的副总统 所以选上了我们盖世高手贺小山 但是他现在把贺锦丽的选择 但是现在是这样 就是有我听到的一些 这个朋友的反应 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当时他选贺锦丽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他这是加分 因为他可以获得黑人的选票 获得女性的选票 就是说就是贺锦丽有这个能力 他们媒体很多是这样报道 但是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他们知道拜登选了贺锦丽之后 他们说我们不会再选拜登了 这个是为什么 我这个很容易理解 很多人看问题只看表面 对吧 我呢是只看里面 看的比较深入 很深入对吧 通过现象看本质 对 一争戒血 赤裸相见 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样来说好了 拜登说过如果你不选我 你就不是黑人 什么人可以说这个话 黑人可以说这个话 虽然他是白色的皮肤 但是长了一颗黑色的心脏 对吧 不但心脏是黑色的 心也很黑 心脏核心都很黑 就是马克尔加森是反过来 马克尔加森明明是黑人 以白人自居 Joe Biden 他明明是白人 以黑人自居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拜登从做副总统也好 副总统之前也好 副总统之后 拜登实际上跟黑人是有关系的 他不是如焦士气 黑人觉得拜登就是自己的 为什么他用帮忙选上这个道理 是 就是黑人是他的票仓了 另外说 其实黑人 拜登不管找谁 黑人 准确来说 74%的黑人都会选拜登 嗯 为什么是74%不是100%呢 因为另外那个 我30%是干活的 是有工作的 啊 是这个自力工生的 对 虽然你把我的肯定拿去 养的也是我的黑人兄弟 但是呢 为什么都是黑人 我要干活养你 凭什么 对 所以我要选川普 所以黑人里面74%选拜登 因为没工作 必须他选上去之后 把我另外36%告回黑人的钱拿给我 嗯 对吧 36%会选川普 所以他找不找贺锦丽 他找贺小湛 还是不找贺小湛 这个都不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们再讲女性的选票 人家说 他的贺锦丽因为是个女的 可以得女性的选票 我觉得这个不对 很多人对这个情况他不了解 这样来说好了 当年川普和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所有的女性 都我认识的 全部投川普的票 不是投希拉里的票 是 有句话叫做很多学生说 因为是女的 所以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要选女的 错 有句话叫女人何苦为男女人 事实的真相 不认识只有女人何苦为男女人 就只有女人 更会为男女人 你为什么都市女的 凭什么你做总统啊 哦 都市小湛 凭什么你从小湛成了副总统 哎 听这意思吗 我他妈现在精力还没身上 凭什么 对 对吗 女人善妒 我意思像你一样 四肢并用 凭什么 对吧 就证明道行不够啊 刘律师像这样想的 就这么道行不够啊 这个所欲非人啊 因为我呢 就但是道行不够是不够 但是呢我就是看不惯 因为我就不选你 对 这个意思 因为呢 不是说女的 因为是女的 所以别人才会选你 我觉得女的更不够选你 啊 对吧 对 有有有有 是有这样的可能 对吧 我们干了同样的事情 你他妈成了副总统 我到现在副经理还没还没整上 但是你觉得 那个贺锦丽是不是为拜登拉来了一些票 还是说他让拜登 连原来的票都都失去了一点呢 我觉得上来说 我觉得贺锦丽呢 从拜登呢 他是有帮助 有帮助的点在什么地方 并不就是他说他是黑人 因为拜登本身就是黑人 对吧 所以实际上是两个黑人 来选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是这样 所以这个拜登实际上就是一个 另外一种形式的麦克罗杰克斯 一白相见 对吧 外白礼恨 所以他选后几个原因 我觉得他加倍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拜登可能这四年撑不下来 现在感觉都是 苏州、德州之间 一天来访 一天之间来往三次 可能四年撑不下来的 那么撑不下来怎么 觉得贺锦丽 选贺锦丽大家觉得说 他撑不下来 贺小三可以上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有的人他不选Joe Biden 就觉得说他太老了 他可能四年不到 可能第二年就宽挂 那么我就算不选他了 那么贺锦丽来来之后 人家说没关系 我挂贺小三可以上 是 这个有网友说 这个别小三小三的 主持人也干过 你真是抬举我了 我还真没干过这事 这个希望以后有机会 可以体验一下 是然后所以 其实我个人来说 就是说当时他选到这个 贺锦丽作为这个副总统之后 我当时就稍 因为我之前 之前不了解这个人 就稍微看了一下 他的之前的履历 但是觉得这个 真是啊 这个女人很厉害 我只能这样讲 而且他这个16年的这个从政生涯 就可以走到今天 不小心 他说的不是你 他说的是你 刘律师 你做过小三这件事情 是吧 凭什么 你别只能做小三 男的也可以做小三 对吧 相信刘律师的实力 可以做 对没错 所以就说现在 给我感觉他是一个 完全的机会主义者 就是之前我们也说过 他在这个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是直接来攻击拜登 然后现在是跟拜登这个 这个非常的亲密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让我 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政治真的是非常的肮脏 是不是这样 刘律师 拜登是老舍了 各种沾便宜 对吧 画一阵熊抱 抱完之后呢 咔咔肩膀整个 有一个盘性 再闻一下 用了什么盘子的香水 完了之后呢 不但不付钱 你还要捐钱给他 还拿走250 对 250块 对 在他心中 你他妈追255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当然见仁见智了 我觉得有一些朋友 可能会是支持拜登 支持贺锦丽的 这个都是个人的一些观点 你给我一个什么好处呢 货赢两屁 老子是付钱的 对吧 对就付了13万 对吧 你他妈拿走250 我付13万 没错 所以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 大选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 个人的观点 但是互相的攻击没有必要啊 这个毕竟是每个人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啊 但是这里说到这里 我就来来问一下这个刘律师了 现在有三个人 就是川普拜登和贺锦丽 你觉得这三个人 如果因为贺锦丽是成为算是储君嘛 如果是拜登挺不过这四年 他肯定就是上位嘛 如果他把拜登当选的话 那么你就觉得这三个人 从您的角度看来 哪一个人是能够真正的让美国更加伟大的 这样来说好了 这个话题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是哪个人是更凶狠的一个政治家 哪个人是超级大牛 比另外两个都牛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们很牛不代表他就一定能让美国伟大 但这三个人里面 我至少我看到的来说 贺锦丽我们先不说 就拜登和川普之间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当然是川普 至少川普说的大部分他做到 是 是这样的 虽然每天还要狂发200个推特 但是他还有时间处理别的事情 对吧 偶尔吃个汉堡 然后喝着可乐 对不对 然后看看电视剧 但是他还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只要他说的他做到 是 这是一个 拜登的话这样来说好了 拜登不是能让美国更稳大 拜登如果4年之后还没死掉就很了不起 这个是 另外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生命力 第一他比拜登年轻40岁 第二的话 他的生命力比拜登年轻40岁 没错 这个心态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心态很重要 他人老心不老 至少川普选总统的时候 至少十几个女性 说川普性骚扰他 看看 川普的地域旺盛 大家有没有发现 伟大的总统性欲都很旺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性欲旺盛才能成为伟大的总统 我们就说比如大家认为美国历史上 这个伟大的最伟大的总统是JFK 至少自一 肯定理 肯定理 当时是在白宫 白宫的时候经常办游泳池的派对 白宫当时120个女性年红 其中80个被他选拟 你这是野史还是正史 刘律师 这个是BOTH 两个都是 大家想 就在那些不影响 就有点像孙中山 对吧 国父孙中山领导革命地造中国 但是在另一方面流氓成性到处乱搞 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在仙台 在仙台住房屋家的房子 然后这个房租父母就不知道 把房东15岁女儿的肚子搞大 还生小孩 对吧 孙明这就是他的套路 你就不能给我要房租了 对吧 我为什么 我是你女儿小孩的爸 你还他妈给我要房租 你还是人吗 所以为什么大家发现 我这个原因呢 其实这个秀欲 跟这个人的权力欲 他本质是一回事 是 确实 大家看到盖子 你当时什么古巴倒大危机了 对吧 他白天日理万机 晚上也日理万机 对吧 我大家不理解 因为他这个是晚上 有这个日理万机的欲望 他才能成为最后 达到白天日理万机的位置 所以这两个机 本质是一回事 所以为什么 这个道理 其实刘律师其实每天也是很繁忙的 也是日理万机啊 这个夜晚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我没有网友说 刘律师也能做总统 看来这个刘律师也是给人这个 精神旺盛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刘律师的心态也很好 因为这个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大家来说好 这个猴王 大家看一堆猴子 对吧 人其实他妈就是猴子 当然我一个人就是 第一会穿西装 不然西装 这个是西装 意大利的西装 这个领带要名牌 第二个就是会用手机 对吧 我用iPhone 我呢有三个iPhone 有的猴子用华武 他本质是一回事 都是猴子 但你发现没有 什么人可以做猴王 做猴王的就是最凶的 最强壮的可以做猴王 对 那我为什么要做猴王 他做猴王不容易 他要先经过沙场 才能到达沙发 经过沙场就是各种 弓弧的之间各种恶动 对吧 有的不行的就被打死了 他就被打伤了 对吧 后来成了流浪的猴子 对吧 这个凶狠的就成了谁 成了赖小梅 华论董事长 100多套房子 100多个情人 住在一个小区 不但住在一个小区 为什么呢 就他对他来说比较方便 对吧 来到这个小区去哪都可以 随便扔个号吧 76 今天去76 一人18 去了18 一人19 去了19 一看说看错了是16 对不起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赖小明 然后要找100多个情人 100多套房子 为什么这么腐败 因为大家想他如果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他如果没有晚上要日旅万机的这个欲望 他就不会到白天达到这个白天日旅万机的位置 对吧 大家这里面不但人多 并且里面包括什么 书琪 许秦 淋雨 老中心三代 一个也不放过 是吧 书琪不是说吗 我这个脱的衣服 我要一件一件穿回来 好不容易穿回来 一看到赖小明的无敌海警房 对吧 然后倒吸一口冷气 说你怎么早点不带我看 咔咔几下 三秒钟全部脱光 感觉刘律师在现场一样 对吧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赖小明成为赖小明 大家不理解 所以为什么党的干部总是难以问题 问题他如果没有这么旺盛的信誉 他就不会成为书记 成为董事长 成为局长 成为部长 嗯 为什么他想我这个如果 我成为部长也好 董事长也好 我也是一顿 我只能吃一天只能吃三餐饭 红烧肉打死了也只能吃两块 我做的部长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在门口 我做一个小卖部的小经理也是一样 我可能没这些压力 我可能你吃两块 因为你压力太大 你实在吃不下 我没什么压力 我怕可以吃四块 所以按照刘律师您的话说 这个要成为好的干部 要成为好的领导 先查胜功能 是这个意思吗 我怎么叫干部 你的道理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都是有道理 所以他每一个词 大家看似随意 实际背后另有深意 这个就是要看刘律师来给我们慢慢的说了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一层 为什么大家看Bill Clinton 说Bill 对吧 Bill Clinton Bill Clinton 人家说这个也是很了不起 让美国经济成本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 至少有一点 Bill Clinton 你看曼妮卡罗尔斯基 我当时一看照片 我当时想 他这个不是个男的吧 他这么没有办法的关系 我都不知道Bill是白色的 这口味太重 这个意思吧 后来还发现是个女 说明什么 这些伟大的龙王 Bill Clinton也好 那个Jeff Kennedy 他们go for the function 对吧 女的就行 管自己高癌胖瘦 女的活的就行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这种人就容易成为猴王 所以大家要成为猴王 就要听刘律师的这样的一番解读 所以要好好的养肾 他容易成为猴王 他成为猴王之后 他的这些旺盛的信物才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 对吧 不然的话就成了什么 成了这个民工张某 意图强奸妇女李某 被现场抓获 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对吧 对 这就是大人物小人物的区别 最终的结果上 也是会产生巨大的落差 为什么就是猴王大嘴通知 所有的猴王都想跟猴王交配 为什么 猴王有野兔 还有一眼目 你不放置于你吃不饱 你怎么他吃什么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